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央行今天将隔夜利率目标上调为4.75% 银行利率为5% 存款利率为4.75% 央行还在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 这是自2001年4月以来的最高利率 央行在新闻稿中表示 全球范围消费价格通胀正在回落 主要反映了能源价格较一年前下降 但是潜在通胀仍去高不下 在更高利率下 全球各地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但各国央行表示 利率可能不得不进一步上升 以恢复价格稳定 在美国经济正在放缓 尽管消费者支出仍保持惊人的弹性 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 欧洲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已经停滞 但核心价格的上行压力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增长在第一季度飙升之后预计将放缓 金融环境已经收紧到美国和瑞士的银行倒闭之前的水平 央行表示 加拿大经济在2023年第一季度强于预期 GDP增长3.1% 即使考虑到人口增长带来的提振 消费增长也出人意料的强劲和广泛 服务业需求继续回升 此外 对利率敏感商品的支出有所增加 最近房地产市场活动也有所回升 劳动力市场依然吃紧 更高的移民和参与率正在扩大劳动力供应 但新工人很快就受雇佣 这反映出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强劲 总体而言 经济中的过度需求 似乎比预期的更为持久 央行表示 加拿大4月份CPI上涨至4.4% 为近10个月来首次上涨 一系列商品和服务价格均高于预期 尽管能源成本下降 但商品价格上涨 服务价格通胀仍处于高位 反映出需求强劲和劳动力市场吃紧 加拿大央行继续预计 以能源价格下降 以及去年价格大幅上涨 从年度数据中剔除 CPI通胀率将在夏季回落至3%左右 然而三个月核心通胀率 在3.5%至4%范围维持数月 以及持续的需求过剩 央行越来越担心 CPI通胀可能会大幅高于2%的目标 根据积累的证据 央行管理委员会决定提高政策利率 这反映了央行的观点 即货币政策的限制力度不足以 使供需恢复平衡 并使通胀可持续回到2%的目标 量化紧缩是对货币政策 限制性方案的补充 也是对央行资产负债表 正常化的补充 央行最后表示 管理委员会将继续评估 核心通胀的动态 和CPI通胀的前景 特别是央行将评估过程需求 通胀预期 工资增长和企业定价行为的演变 是否与实现通胀目标相一致 加拿大央行依然坚定地致力于 为加拿大人恢复物价稳定 加拿大央行下一次宣布 隔夜利率目标的预定日期是 2023年7月12日 同时将公布下一个全面的经济 和通胀展望 包括该预测面临的风险 中国希望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全面进步协定CPTPP 但一份联邦政府内部文件显示 总理特鲁多希望中国被排除在 这个环太平洋贸易集团之外 CPTPP成员原本包括澳洲 文莱 加拿大 智利 日本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毕鲁 新加坡 越南等11个国家 是人口规模近5亿 GDP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的 区域经济组织 英国于今年4月正式被核准加入 成为CPTPP生效后 第一个加入的欧洲国家 中国2021年9月递交申请 希望加入该组织 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伍凤仪上周重申了加拿大 对中国加入该组织的立场 称如果北京符合劳工和环境标准 莫太华将对此持开放态度 但加通社通过公开信息 请求获得的一份文件称 特鲁多说高标准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让中国很难加入该组织 他的评论源于特鲁多去年夏天 与前英国首相特拉斯 就任期开始后不久举行的 电话会议内部摘要 中国驻沃泰华大使馆表示 北京希望加入CPTPP 令国家在新冠疫情 疫后经济上有所助力 并补充说 中国加入该组织 将对加拿大带来巨大好处 根据保险行业组织协会的数据 去年加拿大多个省份的汽车盗窃案激增 报告表示 加拿大保险业在2022年首次因车辆盗窃 索赔损失超过10亿加元 按年同比 魁省的车辆盗窃案增长了50% 安省增加了48.3% 大乡省份增加了34.5% 阿省增加了18.3% 该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Terry在周二的新闻稿中说 汽车盗窃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危机 我们确定加拿大的车辆 正在被国内和国际犯罪组织窃取 这些行为伤害了我们的社区 并使加拿大成为国际非法交易来源地的一个焦点 协会表示 通常被盗汽车要么出口 或者车辆识别号码更变 被盗车辆的利润率很高 而供应链问题也促使国内出现这一市场 报告称 全国车辆追回率为57% 大乡省份和阿省的追回率更高 在魁省和安省被盗的大多数车辆都是较新的 因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专注于新车和豪华车 以便在海外获得最大利润 报告指出 安省和魁省的车辆追回率较低 分别为45%和34% 这表明在这两个省被盗的车辆 主要出口到海外或在国内转卖 在大乡省份中 新布伦瑞克省的汽车盗系案最多 达到55% 协会表示 这可能与该省与魁北克和美国接壤的地理位置有关 该协会的调查服务副主席 Brian Gast在新闻稿中说 盗窃车辆的技术在不断发展 变得越来越先进 协会建议采取分层方法来保护你的汽车 第一层是基本的 比如锁好你的车 永远不要把钥匙放在点火装置上 把车辆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第二层保护包括可见或可听的防盗装置 如报警器 方向盘或刹车踏板的锁 以及车辆内外的识别 第三层包括智能钥匙或无线点火认证等车辆防盗器 第四层是发生盗窃时使用的跟踪系统 加拿大需求迫切的两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出现短缺 且情况糟糕到医疗保健系统不得不保留现存的所有供应 公布应求的两种药物分别是用于治疗一种白血病的门东腺癌酶 以及用于治疗甲状腺癌的醋甲状腺激素α 加拿大卫生部在治City News的一份电邮声明中说 为了帮助确保本国的醋甲状腺激素α供应 医疗保健系统已采取了措施保存现有供应 此外在加拿大销售醋甲状腺激素α的公司 最近向卫生部证实已经能够加速并获得该药物的补充供应 目前算不清楚这种情况何时会有所改善 但卫生部表示正在研究解决方案以帮助减小供求差距 声明说为了确保患者能够获得门东显安眉 加拿大卫生部已授权外国授权产品的进口 此外卫生部还授权了另一家供应商销售替代产品莱泽 该产品于2023年2月已投放到加拿大市场 目前尚不清楚全国有多少患者受到当前药物短缺的影响 卫生部补充指这些短缺药物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 例如制造地的问题运输原物 在获得制造特定药物所需的原材料或成分方面面临的挑战 药物停产或需求的意外增长 卫生部强调 并非所有药物短缺都会对患者产生影响 而且短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药物短缺的情况在加拿大并不罕见 在美国也有发生涉及十几种不同类型的抗癌药物 由于存在极高的火灾风险 温哥华公园委员会从昨天晚上开始 禁止在公园和海滩进行所有烧烤活动 直到例行通知 另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明天起禁止营火 温哥华公园委员会表示 此举是为了避免公园发生火灾 由于持续的火灾风险 公园委员会还禁止在该地区公园海滩吸烟火 看火 该禁令出台之际 温哥华本周遭遇了一场小热浪 预计低陆平原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0摄氏度 目前BC省多地正遭受山火的肆虐 再加上天气持续的炎热干燥 BC省大部分地区将与明天周四开始实施营火禁令 包括BC省南部海岸和低陆平原 从周四六月八日开始 沿海消防中心 堪路普斯消防中心 卡里布消防中心和乔治王子城消防中心 将实施一类近火燃力 除了营地篝火之外 烟花 天灯 燃烧桶和火把 以及烟花都属于禁令范围 其BC省山火服务处称为二类和三类火灾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